第1步,将仪器放置在兼顾平整的实验台上 第2步,插上电源线并连接电源 第3步,检查并安装滑针 抬起滑针支架壁并锁好平衡感线未烧 用30倍的放大镜仔细观察滑针的针头 因为光滑半球状,无明显磨伤且无污物 否则应该更换新的滑针 将锁紧螺母套入滑针的上方 并将符合要求的滑针装入对应的位置 然后锁紧螺母 第4步,装上砝码固定杆 第5步,调节支架壁平衡 松开平衡线未烧放下支架壁 松开平衡重锤后方螺丝 左右移动重锤,直至平衡感达到平衡状态 然后锁紧螺丝 抬起滑针支架壁并锁好平衡感线未烧 第6步,安装饰板 根据饰板的长度,松开工作台右侧两个或四个固定螺栓 将饰板涂层朝上放置在工作平台上 饰板左端顶紧工作台左边缘 右端通过调节饰板线未快的位置固定 然后放下支架壁 第7步 调整滑针与饰板的距离 松开滑针上方螺丝 旋转滑针 直至滑针针间能刚好接触到饰板表面 然后锁紧螺丝 第8步 调整停杆滑轮 使滑轮与饰板的距离为2毫米到3毫米 第9步 在砝码支架杆上安装试验所需要的负载砝码 第一步 打开电源开关 抬起滑针之壁 并按下复位键 第二步 按下运行键开始试验 滑针在图层上进行划痕 实验期间观察用来判断图层被破坏的指示灯是否点亮 实验结束后 抬起滑针之壁 按下复位键 滑针回到初始位置 第三步 若需要在同一饰板上不同位置再次进行划痕实验 松开工作台 左端定位螺丝 即可前后移动工作台 直至滑针正对样板新测试区域 然后放下滑针支架壁 再次进行划痕实验 注意划痕之间的距离至少5毫米 并且划痕距离摄板边缘至少10毫米 第四步 如需测定滑透图层的最小负荷 则逐渐增加负荷 直到图层被滑透为止 仪器操作完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